闪亮登场,全新Chevrolet Cruise 欧洲记者评为2010年最佳汽车 在印度的年度最佳汽车 又是世界巡回錦标赛英国、意大利、德国和巴西各残的冠军 世界验证了这部轻型汽车的不平凡故事 全新Chevrolet Cruise 同级车系中最省油 十个标准安全气袋 加拿大最佳保用服务 超越一般驾驶 Cruise 5点34分钟开始 星期五晚上封火台 今天和大家看看联邦政坛局势最新的发展 现在看到各大政党似乎都很多动物症 包括了保守党方面 总体克法和以至其他不同的部长都四出来为财政预算案做资讯的同事 似乎出来跟大家讲话的风格 或者说话的内容 好像就来举行大选 好像又要帮保守党来宣传 再看自由党方面 今天最新看到了两个电视广告 针对黑客政府买战机的决定和削减企业税 说这件事对加拿大真的没有好处 到底是否很快会举行联邦大选呢 会否反对党都会趁着在财政预算案的表决的时候 来推翻这个政府呢 今天会和大家谈谈这个话题 先介绍在直播上的嘉宾 在我身边有个阮看张Francis 是加拿大华人自由党协会的会长 欢迎你Francis 大家好 坐在对面有个时事疲努人秦义京律师 Andrea你好 在电话线上也都博通了另一位嘉宾 就是保守党成员梁中心CES CES你好 Siris你好 你们麻烦你来说答一些 好啊 听到没很清楚 好 没问题 CES我想先和你谈谈 保守党方面一直都很多的动作 其实是否真的打算在财政预算的时候 打算可以反对党来推翻政府来有个大选 保守党的立场就是我们不想会在2011年的春季 有个五港大选的 任何大选都是反对党的动作作成的 Andrea 她说保守党不想大选的 不过似乎保守党都有很多动作 说就是不想 但是你这个星期就已经推出了电视广告 就直指业礼庭的 林顿都有就少一些了 Block 也有的 但是我想看就是说我觉得 港就是一套 但做就是另外一套 Harper可能说我们两手准备而已 但是现在整个世 尤其是我们刚刚刚刚刚才和阮相张谈 就说今晚Harper也都会来到我们多伦多的 一个出席一个华人的活动 现在这样的盘算的话 就是无妨不如拼一拨 那我们先替个自由党吧 Francis 会不会都趁着这个财政预算 你和其他反对党一起推翻这个政官 我觉得其实大不大选的主导权 就在Harper本身 我同意刚才秦仪敬律师所说 Harper素来做事的方式都是说一套做一套 出疑反疑的 这样就是在目前的情形之下 因为最新的民意调查 就是Harper是比较占上风 同时他最近这个星期 也都推出一些攻击性的广告 四出活动 很大的表现 其实是想发动大选 就是看个机会 但是在国会目前的形势来说 要反对党三个反对党一起联手 才可以推翻预算案 任何一个反对党 就是一个不支持 都不可以推翻预算案 也都不可以推翻政府 是的 CX刚才有讲到就说 你说保守党可能暂时来说 都想不要进行大选 可能迟一点再算 但是Harper近期都很多动静 可能心底里都希望反对党来推翻它 你刚才两位嘉宾 尤其是Andrea的分析是非常对的 Andrea 我很久没见面了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不过现在在加拿大 刚刚在这么弱的经济的復元的时间 我们学习要花钱 学习要花精神去着大选 如果你们两位嘉宾都说了 不会有什么改变 当然是没意思去做 不过你们三个反对党 常常都在废话 又要针对我们预算的计划 这些根本是吹风吹雨 真正的话 我们就是要先将我们的经济搞定了 让我们人民可以平心安心的过日子 这才是有意思去做的 Francis会不会说 真的搞好经济才在其他东西上再做什么呢 现在大家不同的党派 不如就齐心同心劫力 搞定好经济先 之后再算吧 不要搞那么多东西了 大家要回顾一下 哈柏过去五年执政的表现 如果你说搞好经济来说 目前加拿大的财政赤字 达到560亿元那么巨大 在加拿大历史上 就是创纪录的 那如果分析家指出 如果哈柏政府不好好处理 就是经济的开支 是未来这几年将会达到 1,600亿元那么多 至于怎么样去应对 要看哈柏政府 另外大家也都知道 目前失业人数仍然很严峻 但是在哈柏这方面 仍然花了差不多200亿元 来在F-35的隐形战机 在G20峰会那里花了10亿元 另外它在财赤这么高的时候 它仍然大幅削减 那些大公司的企业税 其实这些大公司是赚大钱 也加了另外60亿元 那个财赤的 在各方面 在外交方面来说 它也很失败 大家知道它完全是偏袒 以色列的中东问题 所以令到加拿大历史上 第一次是申请联合国的理事会的席位 是落选的 在环保方面也都伏善可塵的 那就是完全一日去是 你知道保守党 是在Alberta发职的 为了保守Alberta的石油工业的利益 所以去到环保问题 是甚少重视 那也都单方面 一上台的时候 就已经退出了一个 国际环保组织的协议 受到国际的谴责 那另外一方面 就是去那个所谓 就是温室的气体 就是那个排放的指标 是远远落后于国际的标准 那在这方面 他受到国际的环保组织的讽刺 曾经送过一件大的环石给他 就说他是灵魂不灵 那就是五年内 他诉到一个更换 所谓环保的部长 但是觉得于是无保 你说了很多保守党方面的问题 不过我想问一下律师 其实会不会现在 或者是这个春季的时候 是一个最好举行大选的时候 会不会说如果政治角度来看 如果不是这个财政预算 可能又要等很长一段时间 才有机会 照我看其实现在的民意调查 都是叮当码头的 虽然有些时哈佛会领先 有些时可能是叶丽庭 但是一般的国民 基本上就不理会这件事之余 也不知道这几天就是哈佛 已经上任了五年 就是继续中间有个大选 一般的人我觉得 就是完全不希望有一个大选 但是只不过 究竟是不是这个春季 是一个好的时机 我就觉得哈佛 他一直以来的上任这么久 他的策略都是 要么就逼他们出手 如果你们不出手 那我继续的了 其实是对保守党来说 是双赢的 如果你出手 那就好了 大家一起选一次 又看看你有什么本事拿出来 如果是不大选的 那我就继续执政了 所以其实对哈佛来说 是没有损失的 但是对一般市民来说 我相信就没有人 对这件事是有太多的注目了 是啊 那大家都要留意着 说到这里 今天这个第一个部分 也都差不多了 先去广告 回来继续《风光台》的时间 好 继续回来《风光台》的时间 一直在谈着就是说 那个联邦大选方面 究竟会不会反对党 趁着就是这个 这个财政预算案的表决 来推回政府 来召开这个大选 暂时都是未知之数 不过刚才 就是刚才说到 就说自由党觉得 保守党这么多年以来 那些政绩似乎都不一样 不过我又想 CX回应一下先 我知道 看一些报导就说 原来保守党执政的这么多年 五年的期间 其实有很多的事情 但是那个表现都不是太差 如果看回统计数字 是吗 当然我认为 当然我认为 我认为 刚才你们的自由党的 Francis说 有很多事情是创案 而且是有两体的 第一就是赤字里面 你在2008年的经济危机的时候 你如果不用政府洗钱 你怎样会有政治会复复 如果你再说 现在要减那些大公司的税 你越减税 你们都知道 你越减税 就越没有投资 越没有投资 越没有人去 越没有工作被人做 越没有工作做 你的经济就下落了 你知道看一看 美国和法国 你就知道那个情况是怎样 第二 在外交方面 我认为我们的外交做得十分好 加拿大唯一的房间 第一 会向中国那边 将中国关系拉好了 第二 我们在很多 比如你说 我们不能入到 Security Council 这些对我来看 不是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我们在外面的工作 它们价格更大 第三 如果你说 不投资钱 我问你 你会不会给你的子女 駕駛30年老的车出去 去载炎 你会不会给你的警察 或者你的保护人员 保安人员 用30年前 这么够的科技去载炎 会不会把我们的军队 把我们的军队放进 这么危险的车型 没有一个新的武器给他们 还有你要知道 所有投资钱 所谓的国防方面 是帮我们的建议 是帮我们所有的建议 带起的 你只要看一看 Internet 和E-mail 和GPS的发展 这三个东西 全部都是在美国国防方面 都作用出来的 所以如果你不放一笔 投资的话 我们的经济 以后 不会有所谓的工业上的发展 第三个 再说到环保方面 如果你想把环保市场 把它散到来 Alberta那边散到来 你学友的金额 会有这么便宜的能源 给你使用呢 难道你们是否要肯 相配价钱的能源 所以在这方面 我完全反对 保守党的看法 不过我罚十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 同意Andrea所有的建官 他的分析是十分正确 为什么这家人 会产生到保守党 我们站的地地位就是这样 所以如果没有大选 我们就跟着 会是一个执政党的作业 但是保守党也有执政了上台五年时间 其实会不会 某程度上来说 Andrea都会是差不多时候 其实应该都换一下 可能都是健康一些 那多次梁忠心都同意我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立场似乎 更向保守党 是不是 首先我要声明一下 不是任何的党员 我想看回 其实大选是我们来做什么的 如果是说要换内阁成员 年初的时候 有个小小的已经换了 如果有些人员做得不好 官员做得不好 其实是可以在内阁那里 已经可以调动了 照我看就是目的 浪费这么多钱 去大选是做什么呢 那是否可以换一个环境呢 我们看回灰省的情况 因为加拿大这个议席 这三百多个议席 其实灰省因为摘了这么多 如果任何党派不能够 在灰省取得一个大多数的议席 根本我们以后都不可能有一个 所谓真正的 好像以往见到的大多数政府 因为以前的自由党 是能够在灰省拿到这个议席 那现在的灰人政权 如果继续是这么受欢迎的话 而看不到保守党 会在灰省有什么进帐 或者突破的话 那我相信 其实都是有些少的努民伤财 至于这个形势方面 保守党经常都说 为什么对方或者那几个党派 经常搞一些所谓的非民主的 coalition 是不是真的这么不民主呢 那我自己就有点伤害 因为如果他们真的能够合作 始终他们都是民选出来的 有什么问题呢 但是奈何他们也都不能够合作 所以基本上我见不到 会有一个新的局面 还有即使真的在3月 来到推翻政府之后 春季举人大选 其实我相信都 自由党也好或者保守党也好 似乎都应该是 组成不了一个大多数政府 是不是 Francis 你说会不会有大多数呢 我就不觉得会 我觉得很民粹 我觉得如果根据民意的调查来说 再大选的话 也都会出现一个少数党的政府 但是我也都想回应 刚才梁忠心所说 首先有几点我要反驳 哈柏政府上台之前 是自由党马田政府 曾经留下了130亿元的财政盈余 给哈柏的 但是五年前哈柏在不足两年之内 就将这130亿元的盈余 揮霍 完全花费了 这个是金融海啸爆发之前 它已经花了这笔钱了 那是怎样花费呢 就是大量去政治酬佣 以及减GST 不如让CES回应一下 CES 是 虽然马町留下了一个数字 不过大家知道 这个是2008年 在我们差不多在过去10年 20年的经济情况下 没有试过这么大的经济危机的时候 所以在经济危机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用一笔钱去救回经济 那我们加拿大到今天为止 反正我们在2008年 我们都没有很大的转身 我们都没有很全面向的失业 好像美国那么厉害 我们也没有很多人生意破产 大家都好像很平淡过去过的日子 没错 我们自由党的看法 就说你有赤字 赤字现在的问题是数字问题 不是五十六个million 五十五个million 就算有六十个million 有什么差别呢 好像你们两位 Andrea都分析过 如果你没有改变政府的话 是吧 那你何不花这个钱呢 我想回应一下 就是在一个经济方面来说 梁忠心你说 就是人民没有什么破产 其实过去五年来说 就是破产的数字 亦都是破了纪录的 那就是失业率 仍然维持在八个percent的上下 就是高企不下 另外我想再回应一下 刚才梁忠心你说 就是哈柏 就是搞好拉好和中国的关系 其实哈柏在过去四年 上台四年之后 在去年才正式访华 之前哈柏政府 就是和中国大学的关系 是一个雪上加伤 会放月下日下的 那大家也都记得 就是哈柏保守党的国会议员 曾经将一个北京奥运 比作纳粹德国奥运 另外也都有国会哈柏的下属 将中国批评为一个独裁的屠夫 另外最近发生的 好像情报局长法登 他就是没有真凭实据的情形之下 就是暗舍外国势力之中国 干涉加拿大的内政 就是影响加拿大的政要 所以这些种种方面 现在哈柏根本没有表态 任由他们去 所以根本上哈柏和中国的关系 表面上改善 实际上所谓什么叫破兵 如果你以前是没有结兵的 何必要去破兵 不过这样 未大选已经涉剑纯昌 没错 真的要大选的时候 真的不得了 不过说到这里 今天节目时间也够了 要到下个星期一的时间 五点本再来封火台 和大家见面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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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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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说 我来说